前公正党 熟理主席阿兹敏 有份策划的喜来登政变 导致我国陷入政治动荡 弃得前东家入宾法庭 索取1000万令吉的叛党费 那最近呢 更有10位许州子民 向阿兹敏喊告 指控他违背选民委托 那反跳槽法令呢 再度被提起 这项法令真的能够断绝 政治青蛙乱跳的现象吗 其实反跳槽法 并没有明文阻止 议员退党或者是跳槽 但是当人民代理事这么做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辞职 并且腾出议席举行选举 目前只有槟城在2013年 落实反跳槽法令 但仅仅是约束州议员 而不是国会议员 可是在两种情况下 州议员退党或是跳槽 是不受这项法令制约的 那第一 议员所属的政党 已经解散或是撤销注册 第二 议员已经被选为 州议会议长而退党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问 既然槟城都可以落实 反跳槽法令了 那为何法令要在全国实行 却是这么难呢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反跳槽法可能抵触了联邦宪法 因为联邦宪法第十章 西条文提到 不得限制结社自由 而且修改这项法令 必须通过国会 并且获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支持 不过就算有了反跳槽法令 也不见得有效 我国历史上 不法政党议员尝试援引 州议会的反跳槽法令 起诉青蛙议员 但都失败告终 其中 议党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后 曾经通过反跳槽法 尝试提控跳槽议员诺丁杀裂 不过却被法庭推翻 理由是议员拥有法律 结社自由 不能斥夺他选择其他政党的权利 那另外沙巴州议会 在1994年也曾经发生典型的案例 当沙巴团结党 尝试援引反跳槽法 起诉过党国阵的党员时 却被法庭告知州法令不能生效 其实 反跳槽法也并非唯一对付跳槽议员的办法 金选门早前就建议落实罢免法 由选民启动一定连署人数启动罢免投票 如果罢免成功 该议席才会悬空和进行选举 那这一项法令能够惩罚 滥权失信政治欺骗发表歧视言论的议员 让他们的言行举止更能对选民负责 那不管是反跳槽法或是罢免法 对解决政治青蛙乱跳的问题都有帮助 只不过当政治人物手握大权的时候 还会不会坚持落实这项法令呢